严捕乡 严捕乡 严捕乡泳 位于严捕乡永农村的菩提护生协会 目前安置了一千多只流浪猫狗 每天光是要拿扫园区环境 喂食收养动物 以及帮动物清洁身体救世大功臣 因此多年前 defic弩抢地检署就开始 提供社会劳动人的人力 来帮助毛小孩 现在每天 都有五到六名舍劳人当菩提服务 这是因为九载 帶來這邊做勞動服 這邊幫忙照顧毛小孩 做一些餵屬的動作 還有生理環境這樣 也許照顧這些毛小孩 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作動 我們園區目前有1300多隻流浪貓狗 那我們平常最缺的就是人力問題 因為這個行業很難請人 一來怕髒怕臭怕草又怕狗咬 所以很難請人做來養貓養狗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最缺的是人力問題 還好屏東地檢署有派社會勞動員 來這邊服務 真的是解決我們很多人力上的困擾 菩提護身協會理事朱毅玲表示 社勞人主要協助環境清潔維護 清洗碗盤清理排泄物 搬運食材 餵養動物及動物身體清潔等工作 提供流浪貓犬更乾淨舒適的生活空間 皮諾地檢署檢查長林景村 今天到菩提寵物樂園 關心社勞人服務的情形 同時感謝協會提供社勞人為動物盡一份心力的機會 希望藉由服務讓社勞人能更尊重生命 那我想可以在這邊的工作經驗 也讓他們養成一個尊重自己的生命 還有尊重他人的生命 那尤其這邊社會勞動的人有些是酒駕的 那基於來這邊來服務之後 他應該知道說不能再酒駕 因為酒駕如果造成別人的傷亡 一樣是 這是一種不尊重生命的一個感覺 只要人們基於尊重生命 愛護動物 讓這些容量狗不要被欺養 被虐待 那這個社會一定會更祥和 林景村今天在獸醫師黃文堂的協助下 也親自動手為毛小孩修剪毛髮 此外屏東地檢署更購買13包狗飼料 捐贈給菩提護身協會 林景村指出近來虐待動物事件頻傳 希望大眾都能有不欺養不虐待 尊重生命的觀念 讓台灣社會更祥和 評論新聞張如意魏德衛採訪報導